家们给大家盘点一下新赛季的上分神器 ok 下们 今天赛季是更新了 穿越给大家盘点下新赛季的几把神器 本期视频不多废话只讲干货 如果推荐这些把武器不好用 请你随时的过来骂我 视频正式开始之前 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多多点赞 投币加关注 我祝你一天上传节 首先是我心中的两把t零步枪 k6格雷56这两把枪是首选的 其中格雷56我特别推荐 全模式通用 新老玩家通吃 然后是我认为的t机极枪很推荐大家使用 k6141又是神器啊 这套配件呢 有没有皮肤无所谓 如果觉得机苗不好用 肯定消音换成红点 第二一致就是最近被职业比赛宣布紧用的一把步枪 增强之后嘎嘎强 缺点就是只在少吃准度 大肘子一定要玩啊 大口径hpk30同样是被禁用了啊 强度可想认知啊 依旧是大肘子神器 然后就直接要上场的type19 这个可以看我视频详细给你们讲啊 具枪我只给你们推荐三码 我认为强度比较高的 第一把lw3削弱 但是不如抗生的牛肉区域的多 第二把我真的强力推荐amr新版本增强了 解决它的换弹速度 第三把卢卡斯职业比赛的长客不多说 冲锋枪第一把版本真神当之无愧的短剑 职业选手抢着用 你用还是不用啊 第二把cx9 这个是常规的配装 爆破大肘子可以带三连发 走路上两位pdw57ksb45两把t0强度无需多延 最后一把smd5也是第一强动枪 但是偏冷门 新的枪上面呢 就选择262和r90 本期视频呢 稍微做短了一些 主要是为了把之前的讲过的枪做个统一 想看这些枪的详细讲解 可以看过以前的视频 我是川云 期待你的关注